CCO 如何去背考? CCO 他 当然现在的话是我们刚才都说到 他比较倾向于简单一些 但是他依旧会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大家去背 需要大家去准备的 CCO 刚刚也说到 他那些对话都是 real life scenario 都是日常的一些单词 然后很多他们的那些对话 都是跟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example 然后也是好像今年五月份 我其中的一个广东话班的学生去考的 考完他告诉我的 然后不难 他那个dialogue的话是一个病人 然后去见一个dietician dietician 这个单词 也是主席教会考到的一个单词 不知道大家要不认识 diet 那个单词大家应该都懂 是饮食嘛 然后dietician 是个人 也就是营养师 这个对话是营养师跟 patient 之间展开的 然后他里面都比较泛泛 没有什么太难的 当中有一句 所以那个病人我问那个dietician 他说 我平时做饭的时候 我喜欢煲汤 这个不难吧 I would like to make soup 简单 我喜欢把一些红枣 还有一些枸杞 放在我的汤里面 这样可以吗 巨型也不难 就是我做我把什么东西放在汤里面 可以吗 I want to put I like to put a and b into my soup 巨型也不难 就难就难在 红枣跟枸杞怎么说 红枣可能这个 还比较常见一点点 就叫red dates dates 都可以 就是这个 dates 难就难在那个枸杞 枸杞就卡蛋了 然后就那个时候考生就没有翻 他就直接dates 就过了 然后就枸杞 这枸杞的话 如果大家平时去Wuvers 然后经过mine nuts的那些地方 有看到过枸杞 然后你看看他上面那个包装 他上面那个 也就叫做goji berry 就是英语goji berry 像这种单词的话 不可能都包括在我们的那个单词表里面 如果这些都要呢 他这次考枸杞下一次 就是这个中国药材多少种 当然他不会考的很复杂的 但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他可能会稍微说到 如果这些单词都需要包括在那 你要背的东西太多 但是平时如果大家是这个已经报名CCO 或者这个在上课 或者已经准备要考 你要打算要考的话 其实平时生活的时候可以多点去积累 这些东西 当你看到比如说你去买菜 你去逛Westfield 你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是你不会的 或者是英文单词你不懂 赶紧查一下中文是什么意思 然后或者是你看到一些跟华人生活 这相关的时候多留意 因为他考中文的那些对话的翻译代表 他就不可能那个对话当中跟你说 我平时很喜欢吃咖喱 然后咖喱有分红的蓝的黄的 黄的比较辣的 这个红的比较不辣 然后绿的比较怪 他不会 这跟我们我们又不吃这些东西 对吧 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他考的枸杞 比如说爸妈做汤很常会放枸杞 所以这种就有可能会出现在里面 所以平时的话 在生活当中 然后多多的去留意一下 到底这个一些单词 然后去积累 然后这个的话是需要时间的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 也是之前考过的 然后也是挺好玩的 有一个考生也是挺久之前的 那他去考 考完之后的话 他问我 他说那考的太难了 然后这个你可能也不会翻 我说你考了什么 他说他一上来 然后就说 这个都怪我 要不是我爱美 然后去弄脚趾的美甲 我就不会得这个灰甲 这个灰甲的话稍微可能难一点 但是那个灰甲叫做 Fungal nail infection 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医学的一个单词 这个灰甲 然后Fungal nail infection 他那个其实这个单词 他是有出来的 他有背 他说弄脚指甲的美甲是什么 我不会说 然后他问我 那个老师你会吗 那我就嗯 那个Pendicule 然后他问我 老师你是有弄过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单词 我是没有弄过了 但是我也是平时逛街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也是逛Westfield 然后我经过了这种那种美甲店 都有每家Westfield都有 然后我就没事 然后我就看一下他们那个招牌 然后我就看到了他有些单词 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我就有一些不懂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然后他当中有个单词就是Pendicule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哦 原来这个单词就是 这个脚指甲的美甲 然后 然后我就知道了 所以这种单词 我不可能 也在那个单词表当中 那个单词表得多厚啊 那都成字典了快 所以那个的话 需要大家平时多多的去积累 看到什么东西 都想一想 这个中文叫什么 这个英文叫什么 哦 下面 下面的话 其实是很多这个以前 现在的话CCL 是通过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但是以前同学的话 的一些经验 或者他们失败 或者有一些这个考生 之前这个在